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圣僧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各位大家晚安 感谢各位在百忙中来继续听闻佛法 请先看翻开讲义123页 今天念Part 2共修无量寿经的经文 请看幻灯片 这是新加坡里面以年轻人排行榜是第一名的 这西方三圣 非常的现代化 也非常的清静庄严 请合掌 当念南无连池海会佛菩萨时候 请合掌 念完以后就放掌 请听沐鱼的声音 当沐鱼速度快的时候 请就跟着快 唱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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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菩萨那 莫念慈海味 佛菩萨那 莫念慈海味 佛菩萨那 莫念慈海味 佛菩萨那 全一切世界 无有灯光明 无量朝食 日月火逐劫 你要是尊能言 依应神有情 各个随类 皆有难现 依妙色 神不是众生 随类见 愿我的佛清净 法音普及无边界 宣扬皆定 尽门同大圣舍 为妙法之 为光大圣 海内心轻轻决筹 老朝过无边儿 去门树到菩提 修静安无命 坦诚皆有 无火经过往三眉 离如过去无量 波未必君生 道士难救一切诸实 千身老病死忠苦 脑长心不施己 戒然 心尽定归留波罗 为独有情灵的独一独之者 为独有情灵的独一独之者 伯家灵供养恨 这身不如见勇求者 绝愿养恨 绝愿当安 注散 我的荷芳光明 照一切干得 光大清净 距既书牲 绝愿中 与愿当安 注散 主席 内书身 我茶手啊 乐长云此心 把有情度尽五边苦中 善我心 决定见 故里为佛难知 难真知 忠实 善知 诸苦中 如是愿心 永不退 我见朝时 知彼知无上 道思愿不满 诸实不成等觉 道思主 菩提主 君 菩提主 君 生长也不悠 闹出声中 善根尘就不停 过我若沉沉决黎明 无量受众声闻此好去 我茶中 如佛锦色身妙相惜 远满 以大悲 行礼主去 平礼余 生争 年轻会 修凡心 愿我指挥 光谱朝时 茶草处三沟 明明几种恶难 三徒苦灭主 煩恶 安开彼此灰烟火的光明 神彼色主 道通大山 为众开发藏光是功德 抱入佛无爱之所心自明 尽长多天人世的为三界 雄说法师自 厚光独主有情 愿满 习所愿 一切结成 我此愿若可过大前应告 东去空主天生当于真面 佛南无大根菩萨 沙南无大根菩萨 南无大根菩萨 南无毕多佛耶度大切 耶度地 耶度的温度 美里多佛比阿彌里多西 南无比阿彌里多达家 那地阿彌里多达家 南都切米里切切拿 �ata 祂 relationship 佛談 佛夫 shining 達 細 aceite 地 vur서도 incredible 阿米粒患筝 ton?? 阿米粒悼熱似ーフ 阿米粒悼熱似 included the defeat of so much 佛昂摩阿弥陀佛 耶路大道 陀佛朝日夺阿弥陀佛法 viens 阿弥陀西藏帆 阿弥陀佛法 정�idades 阿弥陀佛法だ 请关左右两边白色的灯 中间的白色灯请留着 好 各位念得很庄严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我要教各位常观 昨天讲佛陀说 心可以让你成佛 但心也可以让你堕落为畜生道 所以调伏心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有很多想跟各位分享 但是时间总是有限 但是我觉得该重要的地方 我还是要教 因为轮回里面 搞不好你这辈子 也可能只有一次 听大乘庄元宝王经而已 接下来请看幻灯片 观自在菩萨 你要常常反观你自己 身心自在吗 我们华人乃至于说地球 乃至于说无量的世界 跟观世音菩萨的源是非常深的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很多 叫南摩大悲观世音菩萨 观世间的阴身寻生救苦 观世音菩萨也叫做 圣观自在菩萨 常常要观你自己 身心自在了吗 要让自己身心自在 要学习很多 其中的关键就是要修 止观 禅修 所以各位应该每天 创造禅修的环境 虽然我在金明也有举行 Level 1跟Level 2 但听说很多人都怕做功课 所以就不干得来了 那你就看着办吧 禅修 你应该昼夜精进地学习 比方说你们家人六点起床 那你可以五点就起来 晚上不要太晚睡 太晚睡呢 烦恼很多 火气很大 脾气也会很大 你家人六点起来 你可以五点就起来 这时候在轮回当中 起码每天 你会有一个小时 比别人亲近 当当你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你才会生起一切的关照 否则我们的时候 身是匆匆忙忙地来 死也是匆匆忙忙地走 就像潮州话或台语常常说的 苟空西啊 空空死啊 糊里糊涂地来啊 也糊里糊涂地走 不然也有叫做 空空死 公空死 也可以 就颠倒嘛 反正就是一辈子啊 只是糊里糊涂地来了一生 人间 可是也没做什么好事 说做坏事吗 其实也没有 可是你看不到自己的念头 请看这张幻灯片 你只有心静如止水的时候 你还生起一切的关照 看到自己的念头 最明显的是什么 中秋节 所以佛经理华严经举例 菩萨犹如千江游水千江月 所以你先得训练你的心 是明静的明月 接下来你看这张佛陀的照片 佛陀昼夜经济都在禅修 当然佛陀也会去脱波 也会吃饭 但是他的念头是清净的 所以止跟关 我觉得是很多佛友都应该加油的 接下来再看文朱师利菩萨 文朱师利菩萨 这是北京法园寺的壁画 宋代以后的文朱师利菩萨 我昨天有放 我会两天放一次 普贤行愿品给你看 那这个画就是文朱师利菩萨 文朱师利菩萨曾经亲自 对五台山的吴卓禅师说了一个祭颂 若人静坐一须雨 圣照横杀七宝塔 宝塔就近翠围尘 一念尽心成正觉 这是非常要的祭颂 尤其你在静坐前 你最好先念三遍和掌念 然后你会生起很大的信心 一个人当他静坐一刹那 胜过于你造横河沙树的七宝塔 造塔本来就有很多很多的功德 尤其像横河沙树这么多的七宝 珍宝座的塔 在新加坡双灵寺 大巴窑双灵寺 也有一个很庄严的佛塔 我也曾经在那边讲过 如来寿亮品 对不对 宝塔是有违法 究竟会经过风吹雨打 究竟粉碎为尘 尤其特别你现在到印度去看 很多佛的圣地的时候 其实都是剩下了古迹 所以各位去印度朝圣的时候 不要期望太高 很多佛友 尤其新加坡佛友曾经告诉我 师父我千里迢迢就来看这些 就是破桶烂铁 还有那个旧的砖瓦 没错啊 问题是佛陀曾经在这里讲经过 佛陀曾经在这里说法过 尤其当你去灵旧山的时候 就剩下一个灵旧山说法台 在凡夫看到了是破铜烂铁 或是旧的砖瓦 可是在菩萨跟阿罗汉 看到了这是佛清净庄严的净土 净土从哪来 最后一句话 一念尽心成正觉 心尽则土净 所以可见调伏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我今天要教各位观想 请看 大日如来 在part one two three 其实我有讲过 现在我会越讲越细 我们自信当中都有 重重无尽的光明 就像东密里面用着大日如来做比喻 大日如来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报身佛显现 也叫毗卢遮纳如来 法身是无相的 报身清净庄严 你看他坐在大宝莲花里 所以建议各位 你常常坐在椅子上 不要想 我只是坐在椅子上 我要坐在莲花里 因为莲花会让你的身心柔软 在菩萨的六度万恨的阴 然后头上是戴着五方佛的宝 它结的叫全智应 全智应代表慈悲与智慧方便的结合 你看这是台湾的木雕 非常的庄严 东密的大日如来 木雕的佛像是非常有神韵的 接下来看 藏传佛教的阿弥陀佛 佛的身体有像彩虹透明一般 所以常常要提醒你 待会你观想 坐在莲花的时候 不要观想佛像 像师父现在前面有一尊 铜流金的佛像 很庄严 大殿呢 这很庄严的佛像 但是你不要把它 想成金的 铜的 还有很多老菩萨 很喜欢想成玉的 那个只是让你 升起广修供养的心 可是在观想的时候 你必须想 这是透明的彩虹一般 这样才会破除你的执着 而不会增长你的执着 假如你把它想成金银铜铁 那你就容易头晕 幻境看到很多奇怪的东西 所以这是以前讲过 我复习一下 先看圣人放光做什么 跟我们凡夫放光不一样 圣人是无私的利益众生 所以它是菩提心的显现 而我现在要教你 凡夫放光 是要恒长地调伏你的自己心 所谓成长的英文叫 continuously 也就是你要practice every day 然后这是什么 the process of your purification 这是你净化你自己的过程 假如你不了解的道理 尤其是老菩萨 可能喜欢诵经 可能喜欢拜灿 可能喜欢打佛妻 可是就不太喜欢打残妻 他觉得坐在那里很无聊 大家都在干什么呢 调伏你的心 这辈子你不学 你来辈子你还是不会的 对不对 所以我再讲一遍 圣人 我们常常会看到佛经 佛放光 大地六遍震动 我后面的经文 观世音菩萨 放光救度众生 这是什么 菩提心的显现 它是无私的利益众生 它是圣者 可是我们凡夫啊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烦恼 所以你要透过大乘的观想 尤其是禅观 观想光明 来净化你自己的过程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请看 其实禅观有很深的 也有很简单的 我长话短说 因为讲得太复杂 可能大家会觉得不想修 我把它分三四段 第一个先看 待会我昨天放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我会从我的电脑里放 六只大明咒 还会有背景音乐 非常好听的 然后呢 首先我第一步要你先合掌 先听还不用做 合掌意思就是看这张图片 左下角有一个圣地子 他合掌向佛陀提请 当然这尊佛像是释迦摩尼佛 没错 但是你可以想观世音菩萨 当你合掌 虔诚一念尽心成正觉 当你一念的清净心 合掌的时候 你的心就想起 佛就陷在你的面前 就像在静明一样 两三层楼这么高 不要想小小的 小小的你的心量无法扩大 你要想两三层楼这么大 对不对 最好呢就想呢 新加坡的那个赌场 看起来有三个神主排位 这么大这样子 那就会给你 哇 这样子 上面还有一艘船 对 你看我这样讲 你们就笑了 对不对 因为你感觉很具体 你见过的感受 所以观想也是这样 重点是你要有这些经验 第二个 下一步 要观想 心理 向佛菩萨提醒 刚才想 那佛呢就会放光 注意 今天练习 由上往下 对不起 讲错 由下往上 再看一次 你先提醒 佛菩萨就出现了 接下来有你虔诚的心 多过念经 发愿 我供养 然后由下往上 请佛菩萨立临 所以他就会有五彩的光芒 而且这时候佛像 由一个变成很多很多个 向右旋转 像天上的星星一般 看图片 就这样绕一圈 观世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 无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四壁观音 也可以化现很多很多 感觉就像什么 看左右两边 精明是很好的例子 就像很多很多 万佛墙的灯 一个一个的观音菩萨 对 就像这样 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很多很多 这目的是什么 破除你的执着 扩展你的心量 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就是 所有的佛向右旋转 放光 刚才是由下往上 到了第三步是 由上往下 就像太阳照着你 你看所有的佛像 都变成空性的 各位都不是喜欢读金刚经吗 像我现在坐着 金明这边前面就是 整片都是金刚经 很壮观 待会结束的时候 你可以到前面来看 对不对 非常的壮观 连佛的像 也毕竟了不可得 这是 是吗 见法身如来 但是佛还是会有 爆身跟硬化身 最后看下一步 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你是坐在虚空里面 先看前面印章 你还在地板 当佛放光照着你的时候 第三步由上往下 这样加持你 就像太阳一样 假如你想不出来 新加坡你们总有 夏天冲凉吧 连蓬头 有没有 哇 很热的时候冲水 从头到底 可以想白色或金色 最后 你净化以后 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今天先不练习第四步 免得我怕你坐在虚空中掉下来 没有 这只是转变心的 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这样了解吗 我再讲一遍 它有三步骤 第一 看 待会我会请你合掌 然后我放六支大名众 要很虔诚 心不要散乱 请把手机关掉 我确定呢 这时候呢 阿弥陀佛是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因为他不会来干扰你的禅修 念佛三昧 三昧就是大乘的禅定 你得练习 所以心定下来很重要 第一个会合掌 想虚空中有大悲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尊观世音菩萨都可以 你要想险教的或是密教的都可以 只要想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有观音菩萨的功德 第二步 想也心里很虔诚的像佛菩萨请起 由下往上 你的心就好像呢 你也有佛性 可以显现像彩虹一般的光芒 供香花灯果竹 然后呢 一尊佛向右旋转 变成无量无边的佛 破除你的执着 扩展你的心量 第三个 观世音菩萨放光 照着你所有的化光 向右旋转变彩虹的光 从上往下 然后照在你身上 今天我们练习这三个 我可以敲影器提醒你 不用紧张 最后就是你就是佛 佛就是你 在金刚车里面 非常重视这些观想 那我们一般人大部分呢 去灌顶的时候做什么 就是灌顶咯 就是包个红包咯 你问他灌什么 今天灌柴神 弄弄弄 弄弄弄弄弄 也不知道 ギリ咕噜ギリ咕噜 这样子 对不对 也不知道自己灌了什么顶 其实这真的是 那只是善巧方便而已 你看观想 请看这张照片 阿里山的日出 就像太阳一样照着你 虽然最近几天 新加坡下午 都有午后雷震雨 但是你注意 下午后雷震雨的时候 天空中的太阳还是在的 尤其是你搭飞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太阳的光芒 不会因为午后雷震雨 太阳就不见了 其实在下雨的同时 太阳还是存在的 只是你没有看到 所以 念六字大明咒 这四个手臂 代表四五亮星 这张幻灯片 可以看到 右上角是 绿度母管健康长寿 对 管消灾免难 左上角是白度母 绿度母跟白度母 白度母讲健康长寿 绿度母对不起 讲太快 绿度母讲消灾免难 白度母管健康长寿 所以西藏人 没有一个人不拜度母的 因为西藏人所生活的环境里面 不像我们现在进步的国家 常常会有很多天灾人祸 一公可以帮忙吗 有一位佛友 找不到遗址 但是你就算是想 注意听 真正应该像这样 身心清静透明的 请专心看 身心清静透明的 像彩虹一般 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张照片 真的念六字大明咒就像这样 你的身心才会宁静 然后呢 所以常常告诉你 一切的万象 就像虚空中的彩虹一般 没有真实的实体 这样了解吗 好 那请 所以在西藏人 常常会在很多地方 会刻 六字大明咒 是所有万咒之王 对不对 当然 愣言神咒 尊圣陀罗尼咒 一切如来秘密 很多很多的咒 都是佛说的 但是万咒之王 是六字大明咒 所以西藏人呢 没有一个人从小 不念 但接下来重要的是 要加上观想 好 现在请各位 背挺直 身体放松 好 我测一下音乐 请合掌 先想一下 观世音菩萨 就像你想妈妈一样 孩子想妈妈的时候 没有一个妈妈 会舍弃自己的孩子的 想一下观世音菩萨 想想观世音菩萨 那我跟一切的众生 生生世事都在轮回里受苦 请你放光加持我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早日出六道轮回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早日到佛的净土 成就无上的佛果 用心想想 用心想几秒钟 想想几秒钟 但很虔诚 很专注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跟一切的众生 老解放咋 现在想 观世音菩萨 就像虚空中的太阳一般 放光照着你 照着静明 照着新加坡 照着整个地球 照着无量的法界 若妄恋升起的时候 请看一下幻灯片 用心去想 完成音菩萨 耳朵专心听六字大名字 静坐几分钟 眼睛不要全闭 无意睡着 打开一半 静坐几分钟 中文字幕组织 下方的音乐 中文字幕组织 中文字幕组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不要动 有没有觉得心比较宁静呢 你觉得比你平常念六字大明座 心有宁静一点的 请举手 举高一点 我看不到 好 手放下 好 眼睛打开 希望大家常常回去练习 这样啊 念六字大明座的力量是很大的 比你散乱心念还重要 很多的佛友都很喜欢去计较 我今天念了一万声 两万声 三万声 当然很好 数字是对着你的懈怠 可是呢 我看到佛友都是念了 这不就很可爱 其实都叫散乱心在念 这样江珊大师说 喊破喉咙 口念弥陀心散乱 喊破喉咙也枉然 成佛是靠心成佛 不是靠嘴巴去成佛 虽然身口意三个都很重要 可是心是你要提升努力的关键 这是希望大家去用功的地方 接下来 好 请看讲义 请打开左右两边的灯 在还没有讲昨天的经文之前 我先要补充一些资料 一样请翻开讲义第159页 昨天只是简单介绍 自立形 立他形 还有二立形跟神变形 请看幻灯片补充的 菩萨摩赫萨 观一切法空 请看这张 尼泊满院大佛塔 虚空中的彩虹 非常的漂亮 接下来再看文殊十里菩萨 在文殊十大院里面 第十院能满众生 无尽所求愿 这是文殊十里菩萨 渡海图 从中国 然后渡过生死轮回的大海 这张听说原版画 是保留在日本 然后你可以看到 文殊菩萨 骑青色的狮子 右下角有童子 右边有阿罗汉 左边还有四大天王 掌管他的坐骑 文殊十里菩萨 然后拿着智慧的宝剑 说明他可以满众生 无有穷尽的愿望 其中一个就是要教化众生 了悟 一切东西都不是真的 请写下来 一切万法都不是真实的 都是你自心的反射 因为你必须了解这个 你待会儿还知道 什么叫做三摩地 三摩地就是大乘的三昧 首先你应该学佛 去了悟 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那当然般若波罗蜜的经典 在中国佛教是非常非常流行 但是很多人 若没有学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就是按照次第 step by step 一下子就学空 这样会有一些些的危险 而且是很大的危险 而且佛陀说 不要对初学的人 就开始讲空 因为他会误以为 一切都是空的话 那就没有因果了 对不对 因为一切都是空的 那请问 那干嘛你还要大殿雕佛像呢 假如一切都是空的 那为什么还要点光明灯呢 你会执着空 而否定所有一切 所以佛说要对啊 具足正见的佛弟子 阿罗汉或出地以上的大菩萨 才讲悟空性 可是我们中国人跟空性的教法很有缘 就是心经 六百卷大般若经的精华 还有金刚经 也因为金刚经文字并不难 可是它背后的意义很深 所以除了佛教 一贯道 民间宗教 道教 都可以乱乱讲金刚经的 可是假如你去读过大智度论 我六百卷大波尔经 再回来看金刚经 你头是会升起高度的智慧 眼睛也是会放光的 看这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是水 不管是湖或河流 上面是倒影 有房子 有木头 倒影 一切的万法都不是真的 在水中 其实你看到都是自心的反射 假如你了悟 所有东西 佛卿讲 一切为心造 请问 当你看人家不顺眼的时候 是别人不顺眼 还是你自己不顺眼 大声一点 确定吗 其实大家看别人 都还是别人不顺眼 当我们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都是你错 我没有错 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国人讲 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巴掌响叮当 可是我们烦恼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觉得 都是别人错 我没有错 所以你是凡夫 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坚固的执着 你认为 我是对的 这个是吴史莱 最难最难断的念头 因为有这个念头 接下来你就会 我喜欢这个 我不喜欢这个 我要这个 我讨厌那个 我觉得这个法师 讲法我很相应 那个法师 我很不相应 这个法门我很喜欢 那个法门我很讨厌 你都觉得自己修得还不错 事实上你就是大凡夫 为什么 因为菩萨真正知道 是一切反射的 所以印光大师说 看一切人都是佛菩萨 只有我是凡夫 那你就是圣人了 我再讲一遍 一般初学的这样 看别人都是凡夫 这个师兄很不精进 那个很唠叨 这个人喜欢讲八卦 这个老菩萨真烦 你看别人的全部都是缺点 只有我修得最好 这叫大我执 请写下来 傲慢与自私 是最大的魔障 傲慢与自私 是最大的魔障 这在摩赫波尔波罗密经 释迦摩尼波所说的 那真正的什么叫 入佛的新地法门呢 就开始都看到别人的优点 而常常看到自己的缺点 哎呀 这位师姐啊 他很发心 哎呀 这个师姐好难得哦 他这么做工那么辛苦 他听闻佛法都这么精进 哎呀 那位师兄啊 他没什么钱 可是他每个月 都还省吃俭用 愿意去救贫穷的人 护持三宝 哎呀 这位师兄很难得 一有空就来佛堂做义工 是 Free Valentiner 那你会看到 每一个人啊 都像一尊佛 各位都听过 苏东坡跟苏小妹 还有佛印禅师的故事 对不对 佛眼观众生 众生都是佛 对不对 请问你是什么眼观众生 都是凡夫呢 答案你是凡夫眼 而且还有小心眼 知道吗 所以我们为什么成不了佛 是因为我们在很细微的 关键里面呢 都认为自己绝对对 那可能有些年轻人听到说 哎师父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没有对错的标准 不是 而是说你可以开始 慢慢不是看到外境 而反过来 往自己的内心去看 调伏自己的烦恼 哎呀 我很惭愧 所以写下来 惭愧跟忏悔 这是人最大的两个善根 写下来 惭愧跟忏悔 常常觉得自己很丑陋 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圆满 因为自己不够圆满 不够精进 很丑陋 所以才要福到无上誓愿程的去努力修啊 假如你都已经很圆满 很精进的话 那你就坐在中间 像大八公一样被人家拜吧 对不对 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对不对 或像呢 Trinatham里面我观察到 很喜欢用供的弥勒菩萨 Happy Buddha 为什么 弥勒菩萨是财神啊 可是专心听啊 我讲到财神 又专心听啊 告诉你发财啊 佛像是木头 放在那里 不会发财的 听好 假如你的佛有在 Trinatham或其他地方工作 你要告诉他 每天早上起来 你起码要点一杯水 供个香或供个花 可以的话 对佛菩萨礼拜 因为你的前进心 跟广修供养 才会升起发财 木头放在那里 是不会发财的 因为木头本身没有意识 对不对 再举个例子 很多华人都很喜欢 放福禄寿 哇 他家里呢 简直开的佛教文物店一样 大尊小尊 天花板 连厕所都贴满了福禄寿 你以为贴满了 就会发财吗 错 不会的 因为你不知道 真正发财的因 再自于因 来自于你广修供养 对佛广修供养 对众生呢 不失贫穷的人 你要种那个因 才会发财 所以黄金是不会 从天上掉下来的 师父这辈子也不会签马票 为什么 因为呢 那比闪电的几率 大到都还低的 我是没那个福报的 知道吗 所以你了解了佛法 你才知道 一切的万法 都是自心反射 所以看人不顺眼的时候 其实是你的心不顺眼 好 请看补充资料 抄下来 所以佛经里面讲 要修平等心 同时也要修清静心 这两个很重要 请专心听 我讲完以后 我才会讲 什么叫做三摩地法门 我们常常会说 不要执着 不要分别 是讲第一类 对峙你的分别心 我们很会分 人比人 弃死人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比老公 比老婆 比儿子 比事业 什么都比 其实我们很好胜 得失心很强 所以你很苦恼 所以佛陀告诉你 因为你分别心太强了 所以先告诉你 不要分别 不要执着 不要计较 那是要修什么 平等心 你看水 水的波浪 如果一直波动 波动的话 它就没有智慧 你一直脚踏 一直脚踏 就很乱 你现在把水 宁静了 让它不要动 平等心里 会生起 无分别的智慧 成佛的时候 叫平等性质 但是 好 不要听到说 佛教讲 不要分别 那就呆呆的 错 下面还有一个 因为心 平等以后 清静以后 你更应该修 清静的心 要有分别 对峙你的鱼吃心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我们大家 在这边听讲座 待会你要上厕所 男生女生 你一定不会走错 对不对 比如说师父 我确定我是男众 因为我有猴姐 对不对 我假如呢 现在下去 突然呢 是进女众厕所 那可能女众的脸 有会被师父吓到 师父你是不是 讨个派去啊 所以讲分别 分别什么 写下来 分别正邪 真假 这个你要分别 分佛法跟外道 这是不一样的 尤其我这次去欧洲 我看到了很多法师 都弘扬说 原来啊 上帝的爱 跟耶稣 上帝的爱啊 跟佛陀的慈悲 是一样的 其实这句话 有问题 假如一样的话 那干嘛还有佛陀 跟上帝呢 所以啊 有很多人 是搞不清楚啊 我先问你 你跟辛红师 是一样 还不一样 听我讲 见了老菩萨 都嘴巴闭起来 都不太敢讲话 因为师父要常常问你 请问你跟我是一样吗 对不一样 你是新加坡人 我是台湾人 对不起 我没有拿PR 可是你会发现 你跟我又是同样的人 我们都是人道的众生 佛弟子 接下来你跟我也不一样 在座呢 很多是女居士 师父是男众 你是女众 就算在座也有男众 对不对 我是光头 你也差不多快光了啦 对啊 出光了 你们有头发 师父 没有头发 还有 就算你是男众 我戴眼镜 你不戴眼镜 所以写下来 在佛教里面 一样跟不一样 它可以同时存在 这是佛教的智慧 所以你也要有分别 不能说不要分别 那好坏都不分别 好的善知识跟恶知识 你要去分别 好的同餐道友 跟不好的同餐道友 你要分别 所以你将来成佛的时候 才会得到像 莲花布的妙观察制 尤其是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 跟阿弥陀佛的妙观察制 是最为圆满的 接下来再看金刚经 各位很喜欢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讲什么 如如不动 是讲我们遇到逆境 昨天我讲 障碍跟困难 是你最好的老师 可是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 觉得障碍就是障碍 师父我做生意 就是做生意 没发财就是没方才 你就会觉得 这是不好的事 那为什么说障碍 跟困难 是你最好的老师呢 因为你若一辈子太顺利 没有吃过苦 你会很容易娇慢 狂妄 甚至瞧不起别人 所以你遇到逆境 就会除掉你的称心 成就你的忍辱波罗密 我们佛教讲 看破 注意听 看破不是把茶杯打破 看破是什么 写下来 心清静 看到事实的 变化万千的真相 写下来 佛有的很想 要看破 要放下 山也空 天也空 地也空 水也空 师父你要慈悲 满我的愿 你的念珠给我吧 我敲你的头 那是贪心 我不是不跟结缘结缘 也不是不鼓鼻鼻鼻鼻鼻 但是你要知道 所谓的空 不是指空别的 空是指 破除你心中的 贪爱 占有 执着 忧虑 与牵挂 这些内心拉里拉扎的妄念 你要看破 所以你的心 才会如如不动 如如不动 是指 心不受外境影响 释迦牟尼佛 遇到格力王 杀他的时候 他就讲 无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我若有 称心的话呢 那代表 我有人像 我像 众生像 受者像 佛就是没有这种我执 而且佛陀呢 他还发愿 愿我成佛的时候 第一个来度他 所以交诚如尊者 是初转法轮 度的吴比丘 第一个 请问 你现在人家 遇到人家害你 你会发愿 我将来第一个 回来他成佛吗 不 我讲大部分的发愿 哎哟 生生世世跟你没缘 我最好不认识你 可是你不知道 当阅力一投胎的时候 夜呢 就像海浪一样 也像磁铁 会吸在一起 所以你认为 最没有缘的 其实你是最有缘 而且是冤亲在主 错终复杂的缘 你是逃不掉的 第二个 看到顺境 顺境来的时候 对不对 是要去掉你的贪心 成就你 不施波罗蜜 不施波罗蜜 不施有很多解释 真正是从内心 放下你的贪吃吃 所以告诉你 不要着想 是只要放下你心中的贪嗔吃 所以释迦牟尼佛 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每天发愿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可他心中却没有执着 我有一个众生可度 这才是不取向 如如不动 好 现在请看经文 159页 第12行 佛高善男子 其三摩地 有所谓的 我们现在讲的 第一类 自立形 也就是这个 是要调伏自己 身口易用的 第一 有相三摩地 第二 无相三摩地 有相跟无相 画起来 这是一对 就是刚才告诉你 有时候告诉你 不要分别 是对峙你的分别心 有时候告诉你要分别 是要对峙你的愚痴心 这两个要用对地方 好 请写下来 一切法都不是真的 可是你要用对地方 我常常开玩笑说 佛友你不要听师父讲 一切法是真的 都是不是真的 就像如梦如幻一般 结果回家呢 就跟老公呢 说 老公你知道吗 我今天听经文 非常的发喜 我升起了智慧 你知道我终于觉悟了 他说你觉悟啊 是什么 原来老公不是真的 哎 我气死了 你用错了地方 他就想老婆 你那脑筋坏掉 怎么去听一个经 我就是你老公啊 对 你还跟我说 老公跟老婆 像一场梦 错了 你用错了地方 你今天既然做了 老公跟老婆 对不对 不管是佛化婚礼 或基督教的婚礼 你已经promise 结了婚 那个戒指戴假的 对不对 对 你答应了 一次这不过 serious promise 就是真的很认真的 promise 你promise就有责任嘛 对不对 请看第三 金刚生三昧 第四个 日光明三摩地 对不起 第三是金刚生三摩地 金刚生是指你的道心 要坚固不动 像金刚一样 常常生起坚固不动的道心 第四个 日光明三昧 是你的心 常常要像太阳跟月亮一样 放光明 这就是刚才师父 为什么要教你观想 第五 广博三摩地 第六 庄严三摩地 广博三摩地是指 你的知识 你的能力 就要很广博 所以你要充实自己 法门无量试院学 就算你在世间要工作 你也要懂得很多的知识 这叫广博三摩地 第六个 庄严三摩地 这里的庄严三摩地 是以自己而说的话呢 是有界定慧 最为庄严 所以佛弟子啊 是以界定慧来 庄严自己的身心 所以很多女众的佛教徒 学佛第一个好处呢 就从此以后 不会买化妆品了 因为她知道 其实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大家这么喜欢 化妆品 全世界呢 都有 什么 KH2是吗 还是SK2 什么 再讲一遍 SK2 可见师傅真的没化妆 你看我连这名字都记不得 对不对 很多人以为要庄严 他就要涂很多 我觉得就好像涂很多 牙膏一样 对不对 哎呀 每天呢 要化妆 要卸妆 对不对 其实真正的庄严 佛教的庄严是 界定慧庄严 第七个 叫做 升旗三摩地 升旗就是像大殿的那个 对不对 经旗三摩地 经旗就像呢 我们在很多要 学校要升国旗 这是指大殿挂满了船方宝盖 来庄严 佛的道场 叫做 经旗三摩地 第八个 坐庄严三摩地 这里的坐 是指六度万恨 去实践 实践六度万恨 真正去坐 英文讲 action 或engagement 你真正坐 你才会越来越庄严 你会发觉 全世界很多 帅哥美女 或演艺人员 他们都会做很多 愿意的慈善晚会 或是慈善演唱会 所以你发觉很多的 帅哥美女 他向好 你庄严 那在佛门里面讲 你要向好庄严 用花供佛 你会得到向好庄严 有很多原因 第二个 修忍辱 也会向好庄严 第三个 精进地修持一个法门 你也会很庄严 我想想 我是早早看 我下次明年来的时候 我给你看我一岁的照片 十岁 小学的时候照片 国中的照片 师专的照片 你写下来 你每隔十年 找一下你的照片 然后排一排 你就知道佛教讲 相有心身 你真正修行 相貌会改变的 对不对 这叫做庄严三摩地 第九个 庄严王三摩地 王是做主宰的意思 一是说 身口意的身心清静 由心去做主宰 接下来 十 照十方三摩地 这里的照十方三摩地 是指 你用戒定会的功德 去帮助别人 就像太阳 骗照十方一样 叫照十方三摩地 接下来再看十一 庄严如意三摩地 把庄严画起来 严代表智慧之严 可是我们凡夫 都不是庄严 我们凡夫是什么 小心严 鬼严 我们常常斗鸡严 现在电脑看到很多 看到就变斗鸡严 还有动不动 就是小心严 去跟人家相处 我们不是有清静的妙眼 当然你做很多事情 就不会如你的意 可是观世音菩萨成就 妙眼如意三摩地 十二 持法三摩地 每天受持清静的佛法 十三 妙最胜三摩地 是透过禅修 而得到无上殊胜 最殊胜 最为妙的法乐 这里 妙最胜三摩地 是指法乐充满 十四 施爱三摩地 是指施 是指不爱 不失 而且不失当中 要以欢喜心 爱度一切的众生 有些人不失 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佛经里讲 不失 你若后悔 那你的功德 那你的功德会减半 你要先想清楚 我为什么要不失 有些人呢 很有福报 比如说 从头到脚 穿的都是名牌 然后上面戴 碧玉的珍珠耳环 然后呢 还戴天珠 手上呢 都是呢 十个戒指呢 都是戴传戒 然后呢 一伸开来呢 都是很多串的 这个念珠 可是一条都不念的 然后呢 身上呢 都穿得非常的壮严 这是他的福报 戴的都是高级的传戒 然后呢 名表 然后名牌 穿得里里外外 都是高级的 为什么 因为呢 他非常在乎自己的外表 请问 我现在第一个问题来 Q&A 你这一生在乎什么 你在乎食衣住行 哪一个你认为最重要 有些人是吃很重要 养生啊 花了很多钱 买燕窝 买补品 买高档的货 韩国人生 中国长白山的人生 对不对 都希望吃到万岁万岁万万岁 可能吗 不太容易 第二个 一 有人很在乎你的衣服 还要穿着名牌 对不对 师父一辈子 还没有出家之前 也没穿过名牌啊 我一辈子也没有梦过名牌 因为我觉得 那个不需要嘛 你够用就好了 我昨天不是讲嘛 很惭愧地说 我这件衣服 我已经穿十年了 我十年都还是这件衣服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多呢 对不对 布食衣住 有些人 尤其是我这次去德国 欧洲红法 德国 法国 欧洲的人啊 还有英国人 都非常讲究住 住前要有花园 后面还要喷泉 对不对 他可以花很多很多的钱 把家里也布置得 非常非常非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文明的